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剛才可能音樂停了之後一段時間我才會再說話 因為我也坦白說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的系統 又是有一個問題 這個系統很麻煩 這個系統其實就 已經開始越用越多問題了 又是像之前一樣 希望之後就沒什麼 希望大家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現在先講一下財經消息 有一間公司很肥 現在市後剛剛看的那個 價錢又跌了一點 這間就是英偉達 NVIDIA 之前有節目說過他們都可以的 NVIDIA 之前當然是因為 以太坊 不可以再用顯卡來挖 他們的收入是受影響的 但是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要用更多這些 就是英偉達有推出的晶片 這個就是跟人工智能有關的 在節錄那裡寫題目 我剛剛寫了 就是它的股價收市之後 就升了26% 那麼 升了26%的話 其實是不是很厲害呢 其實是的 是很厲害的 因為它的盈利 也是 升了一大小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它史後第一季 的 就是 財報的結果 其實 那個數字就是這樣的 對比 每股的盈利 最初 就說是 市場估計 就是 92美先 現在呢 做到出來 就是 1.09 多了很多 這個當然是很厲害的 這個是 就是 它那間公司的 產品 尤其是那些人工智能有關的產品 就是 很多人去買 那麼 這個主要是 不是面向消費者的 這個是面向那些 做數據中心的人 那麼 那麼 數據中心那裡 它的銷售呢 報出來已經很誇張了 就是 42億 8千萬美金 那麼 這個呢 預期呢 就是39億 其實 又是 嗯 就是比去年 是多了14% 就是它是有增長的 這間公司是 現在 就是他們 這些數據公司買什麼呢 就是 其實都是買以前的人買來 就是 挖 這個 以太坊的晶片 都是 他們都是顯卡晶片來的 其實是 現在 都是用顯卡 去幫忙去訓練 那些AI 那些人工智能 那些 就是應用 那 那 Open AI 那個 GPT 他們都是有用 後面的數據中心 都是有用很多 這些 就是GPU 的 那麼 這個 這個AI晶片 其實 它本身就是做 這個GPU 就是這些 顯卡的晶片 那麼 改一點 又可以變成 就是它可以賣出來 就是 就是 專門是人工智能的 因為它之前是這樣的 改一點 又可以挖虛擬貨幣 這樣 那麼 其實 那個核心那裡 內核那裡 應該是一樣的 不過 就是 就是 預期呢 其實就是 跟電腦有關的 那個部門 就是打機有關的 那個部門 就是 預期是會差一點的 預期是會差的 但是實際上 這個 又不是的 預期就是 19.8億 實際就是 22.4億 這個就做到 預期多一點 但是 它整體的收入 是低了很多 就是整體收入 低了38% 那麼 現在 經濟不好 是有影響的 尤其是 打機 那麼 經濟不好 就不要打那麼多機 不過呢 就是 NVIDIA 它 有一個 叫做 汽車的部門 現在開了 汽車部門 就是 它是 做那些 晶片和軟件 去幫那些 汽車自動加駛的 那麼 他們那個 增長呢 是 百分之一百一十四 但是當然 這個部門其實就很小 就是 它一季就賣了三億 三億美金的晶片 那麼 純利 一季就 二十億 零 零 四百萬 二十億零四百萬 那麼 另外呢 就是 不是啊 對不起 這是我講錯了 是二十億零四千萬 不是四百萬 二十億零四千萬 那麼 預期就是 就是 已經是多了 其實 那麼 不過 它整體的銷售 這個 這個 英偉達的整體銷售 就是 如果 跟去年比較 就跌了百分之十三 但是它的股價 現在就 現在就 升了 百分之二十四點一七 升了七十三個八豪二 美金 這個東西是 厲害的 之前我也說過 這個東西可以 不過 當然我講的時候 到現在不是 升了很多 升了百多元美金 就是不是升了很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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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說這些股票 那些不是要弱 一定說 不過 給大家一個方向 去看一看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就是 方向看一看 你覺得OK 那麼你自己做一個決定 有些事情我們都會說 我講的時候 其實股價之後 是跌了一部分的 是跌了幾十塊美金 不過之後是上升 現在當然是上升了 你有信心的人 就有錢收拾 你沒有信心的人 就沒有了 其實就是 好了 先講講 請看股市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就是 32799.92 跌了255.59 跌了 80.77 另外 標準普258指數 就是 4115.24 跌了 30.34 跌了 0.73 還有 納斯特克指數 12484.16 跌了 76.08 跌了 0.61 還有就是 歐洲方面 德國法蘭克福 就 含一聲 又跌得很厲害 是含一聲 15842.13 跌穿了16 跌了310.73 跌了1.92 還有就是 英國富士 這個也是跌得很厲害 7627.1 跌了135.85 跌了1.75 還有就是 法國巴黎劇指數 就是 7253.46 跌了 125.25 跌了1.7 那麼 歐洲股市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其實就是 美國債務 上限談判 就受阻 以及 這個 英國的通脹降幅 就低過預期 這個就是 市場 分析員的解讀 就是這樣了 現在 英國通脹的數據是怎樣呢? 整體通脹 兩位數 10.1 就跌到 8.7% 這個 就高過 大家預期的 8.2% 價格環比 上漲 1.2% 這個就高於 預期的 0.8% 食品和 非酒精類飲料的通脹 有些緩解 但是 這個數據 也升到 19.1% 那 就是 Raymond James Investment Services 他在歐洲 有一條策略師 叫 Jeremy Blackstone Car 他就說 4月份 通脹下跌 是因為 回計問題 而已 那麼 能源價格 2022年4月 就升了 47.5% 由於 政府的能源價格保證 這種能源激增的情況 在 這條 同比方程式 那裡 消失了 那就搞到 相對通脹 自然會降低 那麼 核心CPI 8%6.2% 升到8%6.8% 對陷入困境的英倫銀行 就當然造成沉重的打擊 現在英國的利率 就可能未見頂的 6月份 再加息 25個基點 4.1% 去到 4.75% 是 應該會這樣做的了 預期 那麼現在 經濟學家 有一部分 就預期 這個英國利率的封值 就5.25% 那麼 貨幣市場預計 就是5.5% 那麼 你大概看到 這個 跟美國都差不多了 其實就 那麼 不過 這個 IMF 就是 我們要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以及 英倫銀行 他們一起說的 就是 他們兩邊都預計 英國呢 今年 是不會出現 這個經濟衰退 他們的預期 是這樣 那麼實際是 不是 不知道 那麼 實際的情況就是 這個 麥卡錫和 拜登 他們的談判 是沒有實質進展 就是 戴龍鳳 仍然繼續 談判 仍需努力 那麼 要談判 談多久 不知道 他們 說要談 是要談一段時間的了 沒有這麼簡單的 就是要談判 如果你說要談判 談判 我就覺得 這個可能性就很低了 不過 到了最後 應該是 可以 暫時 提升債務上限 美國就不會 債務違約 不過它要令到大家 有些緊張的感覺 我認為是這樣 好了 那麼 講到這裡 其實就差不多了 藏經消息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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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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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